拒绝同居与婚前性行为 性能带来真爱吗? 我们有完全的性自由 却在性的混乱 性的滥交中失去了珍贵的爱林志平教授 真爱运动 性的诱惑 电视影集七零年代剧场里 今明青少年对性充满幻想 已能与女孩上床畏傲 电影中男女参加完派对 到家里喝杯咖啡后 就是上床做爱 受大众传媒 前卫人士或偏激的女性解放主义影响 加上避孕医药的发达 在今日 婚前性行为普遍被认为 没什么大不了的 男的说你如果真的爱我 女的担心拒绝对方的性要求 会失去心爱的人 于是现身 或者有一方想用性关系来抓住对方浮动的心 或是大家都这么做 不要老古板了 又或者 想体验看看是怎么回事 不喜欢的话就不要再做 然而 一旦答应 第二次要说不就更难了 近年有句流行语说 女人为爱而性 男人为性而爱 许多人物把因喜欢 需要而做爱 当成了相爱的代名词 对现代人而言 性已不再神秘和神圣 反而是吸引别人 肯定自己的工具 爱和尊重是关键 然而 表达爱的方式很多 性觉不是唯一的途径 千万不要被误导 爱是等候与尊重 而性欲却是现在非得到不可 多年从事两性教育的 台湾师范大学 燕韩文教授强调 爱和婚前的自治 都是必须学习的情 不是因惧怕惩罚 如未婚生子 性病或爱滋病 遗弃 轻视等才不去做 唯有为生命最崇高 最丰富的价值 爱和尊重 爱自己爱对方 尊重自己尊重对方 而自我约至情欲和冲动 才能成功 在华府工作的吴小姐 化名 年收入美金十万 有自己的房子 又有交往数年的男友 并不急于结婚 但萨五岁时 男友离他而去 伤心之余 他立刻又结识了 另一个男人 交往了几个月 他觉得这人很好 虽然彼此都默有承诺 但这次他决定要改变过去 守身如玉的传统想法 常常性爱的滋味 有了亲密的接触后 交往了一年多 男友仍然和他画下句点 吴小姐哭了四个多月 才接受分手的事实 守住性爱的防线 未婚男女在交往中 当如何守住性的防线 综合多位辅导专家的建议 可归纳出以下五项原则 一加强自我信念 值得等一书的作者史大夫 Jim Stafford 鼓励单身男女 把自己的性爱关系下来 找到一些有相同观念的朋友 相互鼓励 并让姓成为你所关心的祷告事项 正如保罗在新约圣经中 所劝勉的上帝的旨意 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隐行 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 守住自己的身体 二建立健康的两性互动关系 培养更多兴趣 嗜好 如曾家教会团契 一起践行等等 要创意的计划约会的内容 免得在一起无所事事 满脑子至想到性 三限制两人独处的时间 多与家人及其他朋友共处 才不致整天溺在一起 不要二人单独待在 关上门的房间内 也不要待在黑暗 或人际罕至的地方 四逃避易受试探的情境 不要太相信自己的意志力 要定下肉体接触的界限 并严格把关 须知持久的亲吻会 引致爱抚而导致性行为 五拒绝危险的游戏 保持清醒 远离酒精和毒品 避免接触会 眺望性欲的事物 如色情网站 电影 录影带 漫画 电脑游戏等 偷尝禁锅之后 全复合力会 化名 使众人祝福 并等待住一年后 要结婚的情侣 月前 他们突然匆匆请了鸡桌酒席 宣布提早结婚 全腹痛苦地向教会辅导承认 他们情不自禁地做了过去 自认绝对不会愉悦的事 丽慧怀孕了 他如今虽然结婚了 但双方都很自责 何必等到结婚 性爱是一男一女在彼此最隐秘 完全袒露 完全信任 且毫无保留的尾身时 所做的爱的举动 性行为只有在婚姻的承诺中 才能提供安全感 才能愉悦地享受水乳交融的甜蜜 并在对方面前赤裸敞开 而不觉得羞耻和受伤害 然而 许多人认为只要两情相悦 一夜激情又有何妨 为何一定要等到结婚 两人已经心身相许 婚期指日可待 还需要等吗 诸多后遗症 婚前和婚后有何差别 珍爱家庭协会会常业高方博士指出 婚前性行为会带来诸多后遗症 一导致情侣分手发生婚前性行为后 一方也许想进入更正式的关系 另一方却尚未准备好 有时反而抑郁逃离 甚或轻视 厌恶对方 导致分手 社会有双中标准许多男人不愿娶与别人有过性关系的女人 即使在欧美这么开放的社会 这种观念仍然根深底固 影响彼此沟通亲密行为的进展一般而言只会往前 不会退后 一下子进入性关系 以后见面仿佛变成只有做那件事才能保持关系 因而阻碍了彼此心灵的沟通 许多过来人表示 发生性行为之后 虽在恋爱中 却逐渐失去恋爱的甜蜜 奉儿女之命结婚研究调查结果显示 西方社会中 只有10%的人 与初次发生婚前性行为的对象结婚 至于奉儿女之命结婚 则中断了生涯规划 若对方不是你真正想结婚的对象 将来更会产生没完没了的家庭问题 遗害下一代 影响婚后生活 有些人能接纳配偶有过性行为 但偶尔想起 心中仍会不舒服 致使两人关系隐藏无形障碍 会心生比较 或猜疑 想象对方是否在犯 对教友道德意识及宗教情的人 则因罪恶感或怕婚后被发现 产生焦虑与不安 据统计 婚前有性行为者婚后发生外遇的 是婚前末有性行为者的五至七倍 欢乐短短 苦恼久久 吉姆·百恩斯 Jim Burns 在《主宰你的荷尔蒙》一书中也提到 研究证实 婚前性行为会影响婚姻 如有婚前性关系的人叫易离婚 婚前有性关系者对整体婚姻中的性生活较缺乏满足感 不健康的婚前性习惯 会带到婚姻生活中来破坏兴趣 如此看来 婚前性行为实在是欢乐短短 苦恼久久的举动 等到婚后才有性行为 并不是未到人世的迂腐举动 事实上 许多婚姻专家的研究结果及临床经验 显示任何一方或两方没有守好性的界限 受到损伤的将是自己 对方 两方家人 未来的配偶和未来的孩子 若有人已经有婚前性行为 要及早脱离这种状况 在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 承认得罪了彼此 急着心理上正义的帮助 仍可以重新开始 永远不会太迟 尝尽过 吞苦果 显号在美国 每年有大约100万名15至19岁的少女怀孕 显号17岁以下怀孕的女孩有超过80%生下婴孩 而后靠社会福利金过活 一年花了纳税大众210亿美元 显号 美国每年大约有400万人感染 Chlamydia P1球菌 其中一半是15至19岁的女孩 不及早治疗将导致不孕 显号一项研究显示 经过三年追踪 性活跃的大学女生 有40%感染HTV 乳头状病毒 它会导致子宫颈癌 显号根据统计 只有5%至17的人从事性行为时持续使用保险套 而在成人性伴侣中 即使有一方得了HIV 艾滋病毒 另一方固定用保险套的比例也不超过50% 而美国消费者联盟警告说保险套因品质 17年的统计 美国念5至39岁的未婚女性中 有25%的人正与异性伴侣同住 有近50%的女性在未婚时曾与异性伴侣同居过 伦理道德水平低落 男女性关系开放 以致对婚前性行为的约束力越来越弱 许多成年男女为享受某些所谓已婚者的好处 或为了避免未来离婚的危险 而采取婚前同居 他们认为 同居可以分担开销 增进彼此的认识 看看对方是否值得长相厮守 若不成 分手也很容易 不必考虑宗教或法律上的问题 一项调查显示与异性同居的女人是同居未结婚的前奏 男人则是为方便进行性关系又不需长期尾身的权宜之计 问题一箩筐 同居除了牵涉到婚前性行为的重重问题之外 一般亦被描述为有夫妻共住之时而无夫妻之名 其实 同居不等于结婚 同居到结婚之间 还有很多可能性 如分手 有了亲密关系后分手 伤害极大 若因怀孕而必须结婚 除了无奈 日后婚姻品质是更多的未知数 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显示 婚前先同居会有助于婚后生活 研究结果指出相较于名时相符的夫妇 同居者幸福感 性的满足较低 与双方父母的关系也较差 研究显示 因同居而结婚的比率不高 即使结了婚 夫妻对婚姻的满意度也低于 没有同居过的夫妇 同居使婚姻失去新鲜感 反映出缺乏自制力 责任感和委身的决心 因此 同居越久 婚后分手的几率越高 同居不利于女性和小孩 同居女性容易遭到伴侣的暴力 小孩则亦受到身体祸性的虐待 赵小姐 华明 在芝加哥读研究所期间认识了学弟 两人感情非常好 毕业后 她在学校附近找到工作 买了套房 为节省支出 男友搬来和她同住 不久 男友毕业 找到条件优厚 时常需要应酬的工作 渐渐两人摩擦越来越多 赵小姐常读手空房 等待男友的归来 在婚期将近的某天 赵小姐提早回家 竟然发现男友与女同事在房间亲热 赵小姐完全崩溃 取消婚事 自杀了几次被救回后 离开了伤心地 经精神医师及心理医师的长期治疗后 才慢慢康复 及早脱离 叶高芳博士劝告已在同居关系里的朋友 一若不打算结婚 就早点分开 脱得欲久 双方伤害欲大 二即使打算成婚 也把最好的留待结婚 尽早终止同居关系 因无人能保证未来将如何 三若双方感情已成熟 彼此真情相爱 也符合其他试婚条件 和不肯定且负责任的成婚 共用名称负其实的婚姻生活 有人已试婚的理由而先同居 表面上看来似乎对结婚仪式颇为甚重 其实是婚本来就不是结婚 无法释出结婚之后的真实生活 同居既不是解决爱情关系的良方 未婚男女就需要学会坚定意志 不让一些假象来蒙蔽自己 慎重选择交往 结婚的对象 彼此有长期婚姻的尾身 脱离了同居生活之后 就不要再回头 饶恕自己和对方 重新开始美满婚姻的机会 仍在你面前 理直气壮说不 本著真爱要等待的信念 我愿意对上帝 我自己 我的家庭 我的异性朋友 我未来的伴侣 及我未来的孩子 立下室约保持我的真洁 直到我进入婚姻那天 真爱要等待宣言 亲爱的音 收到你转来的网络新闻港星 朱音多年来赌信基督教 去年更曾公开表示反对婚前性行为 又自言与拍拖五年的男友 黄冠中有共识 黄冠中还因此被选为绝顶好情人 黄冠中尊重女友 外界认为是禁语 你提到你坚持婚前守真 也常被朋友看成怪物 读者文摘曾就台北 上海 香港三地青少年 对爱情与性的看法做调查 结果发现台北的青少年最开放 香港的最保守 青少年的性观念越来越开放 对性越越欲视 据中国计划生育协会调查显示 现在中国男女在步上红毯时 有六至七成已尝过禁国 似乎这些都在说 华人社会对婚前性行为已越来越能接受了 你说 你怀疑 自己是否还需要守住高标准 因 你不孤单 1993年4月 有几个团体在美国发起了真爱要等待 True Love Ways 的运动 成千上万的年轻人立约 愿意保守婚前的真结 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报道 有性行为的高中生百分比 已自1991年的54% 已降至2001年的46% 目前美国已有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高中将婚前守真 列位青少年的选择之一 这虽尚非完全令人满意 但已是相当可观的进展 不仅如此 在美国 也有不少父母为孩子预备一只守约戒指 鼓励孩子表达他们对上帝的负责 沉默 提醒他们持守真结 直到进入婚姻 许多教会 包括华人教会 也在公开的仪式中 由父母为青少年儿女戴上戒指 作为立约的凭据 直到新婚之夜 才将戒指交给配偶 为提醒青少年守真而发起的真爱运动 按你的年纪看来似乎有点遥远了 况且 如你所说 现代许多成年男女都是只身在外住宿 到男女朋友家共度夜晚或假期时间的机会非常大 然而 夜高方会常讲的好坚持真爱要等待 并非消极的压抑或逃避 而是积极的强化持守的决心 不是因为莫有性行为机会 而是莫有婚前性行为的动机 坚持不要婚前性行为的决心重于一切 先有了心灵的界限 才有可能设下身体的界限 克劳德博士就提到若对婚前性行为说不 就能在约会期间发现 他 他是想要你 还是性 他 他 能否从其他方面建立联系与亲密感 此人是否背负很多心灵的重担 从不曾被医治 此人有否延迟满足的能力 最重要的 此人能否真心顺服上帝 为了你们的约会交往和婚姻 坚定的向婚前性行为大声说不吧 祝福你 最重要的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